大家好 这节课和大家分享一个清单 就是在购买完服务器之后 该如何操作的一个清单 我在双11的时候 购买了一台阿里云的ECS服务器 是团购的价格 价格比较低 配置是两个CPU 8G内存5兆的带宽 北京机房 使用的是通用网络增强型SNRNE型 这个型号很重要 它决定了服务器的性能和价格 这台服务器三年的价格是2070元 用了一个新用户的资格 服务器购买完之后 要做很多事情 我现在已经把我的个人网站 从旧服务器搬到了这台新服务器上 并且做了一些记录 那么这节课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记录 不涉及具体的操作 因为这里面的很多操作 在以前的宝塔Linux面板新手教程里面都有演示 这个教程只是和大家过一遍 第一件事就是先购买数据盘 默认ECS服务器只带了一个40G的系统盘 我不打算在这个系统盘上面放网站和备份的数据 要买一个数据盘 因为这个服务器将来还有别的用处 在购买ECS服务器的时候 可以选择外加硬盘 这个数据盘是和ECS一起购买的 是按照年来付费的 当时在购买的时候没有添加数据盘 只能购买完ECS之后 在偶尔购买数据盘 只能按照量来购买 就是设置一个容量 比如说100GB或者是400GB的数据盘 然后它会出一个每小时的价格 比如100GB的每小时价格是四分九 400GB的数据盘每小时是一毛九分六 这个是高效云盘的价格 创建云盘之后要在管理后台 把这块新硬盘挂载到ECS服务器上 第二件事是安装宝塔Linux面板 首先要获得这台服务器的root密码 在阿里云控制台可以修改root密码 然后重新启动服务器 从宝塔官方网站上下载一个宝塔远程桌面助手 然后再登录服务器 然后是把这100GB的数据盘挂载到-3W目录 具体宝塔上有文章 我们的宝塔教程也介绍过 具体的操作比如说是先格式化 然后再挂载 然后在系统启动里面加载等等 然后是安装宝塔Linux面板 在宝塔网站上也有文章 也可以参考我们以前的教程 安装成功之后 会获得宝塔面板的地址 用户名和密码 第三件事是服务器的一系列设置 我们先在阿里云ECS的安全组里面 放行4个8端口 就是4个8-4个8 然后授权对象是0.0.0.0 然后-0 这个意思就是对所有人开放这个端口 这个端口在开放之后 宝塔面板才可以正常访问和登陆 接下来是登陆宝塔面板 安装对应的网站服务 还是老规矩 看之前的教程 比如NGX 1.12 MySQL 5.6 PRP 7.0 如果是1GB的服务器 选择MySQL 5.5 然后回到阿里云的控制台 继续放行更多端口 比如21 80等等 在阿里云ECS后台 发现了一个系统漏洞 我没有选择购买阿里云的服务 网上有很多对应的教程 修复之后 在阿里云ECS后台验证通过 验证的时间有点长 第四件事是服务器安全狗 这个之前在教程里也有 先下载再解压 在安装之前 需要先安装两个必备的组件 安装之后 登陆面板SDUI 到里面先切换语言 然后做两个操作 一个是执行诊断 然后再安全扫描 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再回到服务器安全狗的 服务云管理界面 这是一个网站后台 因为是新系统 没有什么问题 第五件事是创建网站和网站搬家 在宝塔面板里创建新站点 包括新的FTP 新的数据库 还有Wordpress的伪精态 然后把我这个个人博客网站 archia.cn 从另一个旧的宝塔服务器上 打包站点文件 打包之后的文件 放在服务器上 然后数据库也保存一下 保存到我现在这个电脑上 然后在新的服务器上面 导入数据库 因为数据库文件不大 因为站点的文件很大 也可以从那台旧服务器上 把站点文件下载到本地 然后再从本地上传到新的服务器上面 我没有那么操作 我用那个宝塔助手 登录到新的服务器 然后用WGET这个命令 从旧服务器上下载站点文件 下载到新的服务器上 然后再用宝塔的文件功能 可以解压 解压到站点目录 然后修改wp-config.prp 这个数据库连接文件 改成新的服务器的 MySQL数据库的权限 然后把域面解析到新服务器上 重新部署一下ssl加密 再修改prp各种参数 过一段时间之后 等解析基本上全部完成之后 再把旧服务器上的站点关停 宝塔面板有这个关闭站点的功能 第六步是进一步优化 这个我准备在Wordpress优化加速课里面再讲 因为内容比较多 涉及到OP-Catch 还有MEM-Catch 还有阿里云的CDN 还有针对GT Matrix的优化 等等吧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可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